语气惊魂未定 民洋国际的夜班员工坦言 虽然因为发生爆炸不用上班 不过罹难员工都是认识的人 职员虽然公司每周都有消防演习 但工厂还是有满满危险 对此屏东县府也说明 初步认定爆炸原因 是因为环景丸和异购丸青 混合架桥剂引起 但外界质疑 民洋在第一时间 恐怕没有正确揭露物质数据 才导致爆炸和严重伤亡 有幸存消防队员就说 当时物质安全资料表 还没印完全 现场就爆了 屏东县消防局长许美雪 也指出 一开始对方只告知 有架桥剂等物质 直到追问下 才得知有过氧化物的存在 认为民洋第一时间 对危险物质的资讯揭露不完整 而副局长也怒批 当时厂商只回报 工厂里有还几丸 发生爆炸后 进一步追问 才吐出实情 民洋表示 当初消防队到的时候 有问是什么物质 民洋也马上提供 冒烟现场有囤放还几丸 消防队到场后 也有看到基本资料 而还几丸本身 就是一种过氧化剂 其实根据规定工厂发生大火时 要告知消防人员 关于化学药品的平面摆制 这次民洋在这方面是否有疏失 检方二十四号下午 也再度回到民洋现场会刊 要厘清意外真正原因 还给死伤者一个真相 TVBS新闻政员刘一轩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